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专题部记者徐一扬采访报道 新年首周中共整肃八高官 中国大动荡将至 2024年开年的第一周 中共当局以反腐为由查处了八名高官 中共军队高层也持续遭整肃 与此同时 中共喉舌媒体也刊发文章 强调所谓的反腐败斗争将持续拓展深度和广度 并有年轻人聚集大喊文革口号引质疑 习近平要重返文革 时政分析人士表示 这意味着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加大对官员的整肃力度 甚至采用更加凶狠的手段来对付反对他的人 而中共政局势必会陷入一种死循环而更加动荡 2024年的首个工作日 中共地制调查局原局长钟自然被查的消息得到了官方证实 钟自然成为2024年首虎 同时也是中共自然资源国土资源系统近十年来首个落马高官 仅在2024年的第一个星期夜1日至7日 中共官员落马的人数就达到8人 除钟自然外 其他被查的官员包括西藏政协原副主席江杰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萧欣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用生 广东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继兴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原董事长唐双宁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徐温荣 这6名中管干部被处分并移送审查起诉 此外 中共河北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谢继来因受贿被判刑 成为2024年首个零行高官 其中江杰、肖星和陈继兴在官方通报被指对中共不忠诚、不老实 陈继兴和谢继来都是在退休5年后被查 此外 1月6日和7日 在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题为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的电视专题片中 包括中共原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副局长张福生 吉林省政协原副主席张小沛 辽宁公安厅三任原厅长李文喜、薛衡、王大伟 以及贵州政协原副主席李在勇等已落马的官员 纷纷出境忏悔 与此同时 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社于1月7日发表题为《永远在路上》的文章 宣称以中共党魁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将引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文章称 立即发布的打虎信息展示了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的意志 但同时也强调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 1月8日 中共君王也看文称 要打赢所谓的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文章引述习近平在中共第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话 强调要加强中共对所谓反腐败斗争的集中统一领导 并不断拓展深度广度 分析 习近平将加大整肃力度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陆天明1月11日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 所谓的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意味着习近平将进一步加大整肃力度 他说 在中共的话语体系内 所谓的从严治党并非从法律层面 而是从政治层面去衡量 也就是说 习近平认为对他不忠或怀有二心的人 他就要进行整肃和打击 因此 接下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官员落马被整肃 但这也只是一场政治内斗而已 前北京律师 明镇加拿大主席赖建平也对大纪元记者表示 习近平加大整肃力度是一种必然趋势 由于习近平实行个人独裁 这些年来的倒行逆施行为导致整个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陷入全面危机 民间怨声载道 中共体制内对他也有很大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个人独裁地位受到威胁 为了克服危机 他只能对内部官员进行选择性的所谓反腐和整肃 因此 习近平通过对体制内官员的整肃来巩固他个人的权利 赖建平说 但这些被整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会感到极大的不满 从而形成巨大的反弹压力 使整个局势陷入死循环和恶性循环 因此 今后中共的官场将更加血雨腥风 整肃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有更多官员将倒台 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未来的趋势 陆天明也对此表示赞同 他说 如果习近平不进行清洗 政权将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而一旦进行清洗 则会加速动荡 因为这些贪官必然会反抗 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利益 并且对习近平的不满将进一步升级 因此 对习近平和中共来说 这是一个死局 今年的局势动荡会进一步加剧 中共军队高层也持续遭整肃 除官场外 中共军队内部的整肃风暴也愈演愈烈 习近平对军队的持续清洗行动 引起了广泛关注 中共军报解放军报 1月5日刊登评论员文章 声称军队反腐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 并全面巩固 并且反腐成效不断显现 据不完全统计 在过去半年内 至少有10名军方高级将领和主管被清洗 但当局从未明确披露其中的原因 中共最新一轮的将领罢免公告 发布于2023年12月29日 9名军方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被免去 其中包括3名上将和至少4名中将 他们主要来自中共火箭军和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在这9人中 至少有5人出身于火箭军 分别是火箭军员司令员李玉超上将 火箭军员司令员周亚宁上将 火箭军员参谋长副司令员李传广中将 火箭军员装备部部长吕洪少将 以及火箭军前副令员后转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的张震忠中将 另外4人分别是中共空军员司令员丁来行上将 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原副部长张义林中将 曾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任职的饶文领军阶部响 以及南部战区原副司令员间南部战区海军员司令员居新春中将 中共官方的公告没有交代他们被罢免的原因 中共官方在12月29日同一天也宣布任命前海军司令员董军 为新任中共国防部长 接替自今年8月底以来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前国防部长李尚服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陈破空早前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次公布的将领是在中共人大常委会担任职务的 而与中共人大常委会无关的其他人尚未被公布 其中还包括许多与总装背部有关的人 实际上直接牵涉到了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霞的地盘 他说习近平对张又霞已经完全不信任 现在到了抛弃张又霞的时候 他还表示目前中共军队的情况非常复杂 没有任何一个军种真正忠于习近平 也看不出有任何一个将领真心忠于习近平 显然军中已经出现了分裂 中共为在搞文革试水 年轻人聚集大喊文革口号 不仅是军中 甚至整个中共高层都出现大面积的反习势力 旅居澳洲的中国自由主义法学家袁洪斌 近日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元为代表的一批太子党和红二代 已经形成一种反对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共识 这对习而言是一个重大危机 袁洪斌说 习近平高调纪念中共已顾前党魁毛泽东 并且允许毛左分子在毛的故乡湖南韶山举行集会 实际上是在警告那些反对他的红二代 如果他们继续反对习 习可能会再次采用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的方式来对付他们 十年前2013年毛明代120周年时 中国各地官方和民间的纪念活动都曾奉命降调 但在去年12月26日的毛泽东130周年明诞日 中共官方的纪念活动规模明显扩大 中共当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全数出席 习近平还在会上发表讲话 对毛泽东大肆吹捧 并声称对毛最好的纪念 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座谈会前 习近平还率领政治局其他常委和一众官员 前往毛泽东纪念堂进行参拜 众官员向毛泽东坐向三鞠躬 并参拜了毛的尸体 除了中共中央 中国多地也举行了相关的纪念活动 已经82岁的毛泽东侄子毛远新 在明诞日当天也现身于毛的故乡湖南韶山 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此外 近日社交媒体平台X上的一段视频显示 在某个夜晚 中国大陆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一座广场上 一名戴眼镜的年轻人手拿话筒大声高喊 毛泽东思想万岁 革命万岁 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打倒资本主义 打倒一切反动派 全世界革命者联合起来等文革时期的口号 同时 他们还攥起拳头 挥动胳膊 周围人群也跟着高呼 这一场景宛如文革时期红卫兵聚会动员的再现 陆天明认为 这都是习近平当局在背后操控的 这既是一种对发动文革的试水 也是习近平对其反对者在进行进一步的威胁 文革方式是更阴狠的整人手段 陆天明对大纪元记者表示 习近平可能想采取更激烈的更狠的手段来对付反对他的人 一方面是通过所谓的从严治党继续用反腐的形式加大整肃的力度 另一方面则是为发动文革手段来整人做准备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认为反腐的方式已经不足以威慑这些人 陆天明说 以反腐为理由 在表面上还需要走一些法律形式 需要拿到证据以便将这顶帽子冠冕堂皇地扣在那些反对他的人身上 而且往往只能针对直接参与者 而文革是无底线不讲法治的 他通过发动群众来进行 因此往往会被扩大化 甚至祸及家人 这样给在心理上的威胁作用更大 而且习还可以推卸责任 最终将责任归咎于那些被中共煽动的失去理智的老百姓身上 陆天明表示 那些红二代和高官 即便坐牢也都有特权 而在文革中 许多人被整得生不如死 即便有些人没有被关进监狱 但那种经历恐怕比坐牢还要痛苦 因此 这是一种更加无底线 更加阴狠的手段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